先夹 自己夹就不觉得痛 在想要不够 好不够 哈喽 在哪 下午好 家人们 下午好 今天晚上没有时间开播 然后下午给大家聊会儿 看你们没地方去 阿伟骑马 因为昨天骑马去了 今天还骑马 家人们没事的 咱们下午跟华谷聊会儿票 下午好 一会儿化妆也有点不够 下午好 对 还没有回去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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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儿说海 先等一下 要回去见阿伟吗 我咋没回去 我前两天就是没回去成了 然后 大家把粉丝跟牌做的送 经理叫你不要回 哪个经理叫我不要回 大家着急我回去吗 着急我回去 助理不让我回啊 还没有回去 所以我可能要过几天 都能家了 疯了今天就很 过几天吧 想让我回去的家人们 咱们扣个一 觉得不着急的咱们扣高 哇 扣一道好多啊 哇 不用着急的够 目前 我还我在化妆 家人们还没有化好 现在是摇素 下午好 回去 跟阿伟商量商量吧 春家什么活动吗 就是 过年 过年不是要给那个 要给别人送那个客卡吗 客卡不是要有照片吗 不是要拍照吗 然后 今天就是来拍照 过年的时候 拜演运的 瞎人们 到时候我给你们也发一发这种客卡吧 嗯 你们要不要 要的家人们扣不低 我给你们做一点那个 过年的拜年帖 发给大家好不好 上面 今天下午拍照 拍照是寄给大家好不好 要的家人们扣不低 我看下有没有要的 别喊弟妹啊 转身 哥哥你别喊弟妹 谭弟妹不合适 行了 等过年的时候 我给大家记一点好不好 要的家人们 我给你们记 那个贺年卡 然后今天下午 是给那个很多客户 他们过年的时候 我们不是还有 要拍那个 拜年的那些东西吗 要给大家拍照片 然后到时候我给家人们 你们也记一个 太欺负人 别生气啊 家人们 等我回去了再收拾它 今天下午带你们见证一下化妆的神奇啊 今天下午带你们见证一下化妆的神奇啊 今天下午带我早点回去 家人们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买那个护肤品呢 家人们你们再等糖糖两天 这几天糖得太忙了 还没化好 买化妆品的家人们不要着急 买化妆品的家人们不要着急 要什么洗面奶 防晒霜 然后什么抗衰的 美什么白的这些 过两天我给家人们安排 我昨天看了一下他们的价格 如果是 如果是从价格的角度 从品质的东西的话 我这里优势不大 不长数卡了 你们所有要 要什么洗面奶啊 抗衰的面膜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些所有的糊糊系列的话 你们等糖糖 过年前我给大家安排一波 他们的价格 家人们可以截图给我 同样的东西我可以给你做到 六折七折 像不像你们了 打仗是要这么打的 不是打个PK这么打的 好吧 哥哥哥的不好吗 我给我的家人放福利不好吗 家人们 我让你给我的家人不好吗 我给我的家人们开心就好 好不好家人们 对啊 我自己拿我的成衣给我的家人了 还有什么不开心呢 今天这个化妆直播应该是咱们直播间的美女姐姐们喜欢看的 有点贴膜吗 有 过两天给大家安排 哪都别去 我告诉你们 这两天 不要羡慕他们给 不要羡慕他们给他们的家人放福利 还有一个化妆直播 那个 所有请问想要掩贴面膜 抗摔的美白的 护肤的 洗面的 防晒的 你等我 过两天我给你们安排一波 价格好到没朋友 让别人羡慕你们 让别人羡慕你们 你不用管我 你赶紧弄你的吧 化妆没有化好的时候就不好看 化好的就是愁愈变美女了 家人们咱们把粉丝灯牌送出来 好不好 咱们家人们把这个粉丝灯牌送出来 拍照那个妆就叫化妆 知道吗 我现在画的不是生活妆 咱们现在画的这个就是拍照的妆 它就是比较夸张 咱们家人的嘴巴好厉害 不好看不好看 你还进来看 你好没有骨气 是不是家人们 气死黑粉了 咱们抠个1 我这么不好看 你还要进来看我 气死你啊 你说你多没有骨气 你看我们家人多团结 你看我们家人多团结 对呀 嗯 我要是你我就出去 嗯 我要是你我就出去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吧 对吧 中口气 对呀 我肯定要帮阿蕾出口气啊 对吧 对不对 听什么欺负我们啊 家人们不要说谢谢啊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们 你们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们帮阿蕾都是无所应当的 我们都希望他好 对不对 家人们 我们是一家人 所有 所有喜欢阿蕾帮助阿蕾的 喜欢堂当的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之间不要客气啊 我们之间不要客气 我们就是一家人 我们一直对外就好了 好不好家人吧 团结的瀑布衣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之间是最好的 团结的 咱们之间不要客气 没有什么对不起 也没有什么谢谢 我们是一家人 都是应该的 你们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们了 就像堂上做什么你们也在支持我一样 我们是一家人啊 咱们之间不用客气 你们做什么我都会立体你们的 看不惯他气不辩 还没放松啊 还没放松啊 还没接 想想 家人们想知道我是怎么看吗 家人们不如看他俩早晚是要走在一起 没有什么悬念 就没有什么选择 你家人们 也别生气了 昨天不接早晚会接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 早晚会接的 今天不接 明天接 明天不接 早晚两个人是会在一起 阿伟如果要去接的话 就 就 就早点去 再等一等的话 自己也悬了 家人们你们还想让阿伟去接吗 如果让阿伟上的咱们扣个一 不想让阿伟再上的扣个二 我看看家人们怎么想的 希望阿伟上的咱们扣个一 不想让他上的扣个二 家人们 我觉得阿伟要是去的话 应该抓紧时间快一点 再不去的话晚点去 自己也不行了 因为我感觉阿子接那个花早晚的事情 我感觉到他在一起 就是当然以我的这个性格的话 我是不会去了 真的 如果以我的性格来说的话 我是不会去的 但如果阿伟不甘心的话 要去就赶快去 再等一等的话 也是没戏了 对 家人们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因为因为是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 像现在这个情况 我应该是不会去的 我的话不代表阿伟啊 只是说以我的性格来说的话 我觉得现在去没什么意义了 家人们 你们觉得对吗 你去是吧 跑马不吃回头草 如果说 如果说就现在这个样子 反正早晚 我估计阿伟跟一总早晚是要在一起的 你们往后看吧 因为我之前我就说了 我觉得阿伟对你总是有感情的 已经有感情了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他们两个有感情的扣个一 觉得没有感情的扣个二 咱们闲聊哈 我觉得有感情的 觉得有感情的扣个一 觉得他们俩没感情的扣个二 我觉得吧 这个一总 对阿子有没有感情 我不知道啊 我真 我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阿子好像 感觉对一总是有一点感情的 家人们觉得对不对 我觉得阿子是蛮依赖这个一总 因为你知道吗 我 我之前我说那个 阿伟去找阿子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他问那个一老板 他说 他说我可不可以去见 这句话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一个员工要见自己的前任 然后问自己的老板 我可不可以去见 就这句话我就觉得 他应该对一老板是有感情的 谁会去问自己的老板 可不可以见自己的前任啊 然后我是觉得 他说这个话的话 他还是蛮在乎那个 一老板的感受的 不是没有主见 家人们你想 你感情的事情 你再也没有主见 你会问自己的老板 我要不要见我的男朋友吗 不会的 多少两个人是有点感情 没有感情的话 那怎么可能问自己的老板 我要不要去见阿伟啊 还要征求那个老板的同意 我觉得应该 所以我觉得应该多少是 是有点喜欢的 应该多少是有点喜欢的老板的 不然的话 他不会这么在乎老板的感受 家人们你们觉得对吗 觉得唐大芬奇的对的话 你们就扣个一火认同吧 因为没有 因为没有人可能会去问一个老板说 我要不要见我的前任 对不对 他去问这个问题 就说明我感觉应该是多少 对老板是有点感情 因为他怕老板吃醋啊 怕老板不开心嘛 不是这样吗 那可能我误会了吧 可能他不喜欢 反正我觉得正常女孩子 女孩子会问一个男孩子 我要不要去见另外一个男生的话 那说明他应该是喜欢这个男孩了吧 不然你说他去见 他去见阿伟这个事情 关老板什么事啊 应该多少是喜欢老板的 六个月的服输比不过工作两个月 还没画好呢 乐乐妈妈 画好应该会好看 刚刚画 依赖老板 他应该蛮依赖的 他在老板那里上班赚钱 赚钱就赚钱嘛 为什么要 老板为什么要干涉到 他的感情世界呢 家人们 你不觉得管的宽那是老板吗 老板 老板是阿企的老板 又不是他的男朋友 为什么总是要干涉他感情的事情 是我管的宽 还是老板管的宽 那只是他的老板 所以肯定是有感情的嘛 其实有感情也没有什么呀 我觉得很正常 说出来就好了嘛 就是他们俩还 我昨天我都说了 他俩还不能直接在一起 这样阿伟能少受一点伤 你说当那么多人的面具表白 或者去什么的 是不是多打阿伟的脸啊 阿伟多难受啊 我倒是希望他们俩要是有感情的话 就早点在一起 然后尘埃落定了 阿伟可以没有那么难过 如果没有感情的话 如果喜欢阿伟 那就赶快好好回来 跟阿伟好好过 家人们我不着急 你知道吗 我有啥好着急的 我一点不着急 那受我着急的人 我又少好着急的 家里面人都催着我回四川 你看我着急了吗 我也没着急啊 我这两天该干嘛干啊 是我的就是我的 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 我回去是希望 希望能帮阿伟把他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至于他跟阿祖怎么样 不重要 我帮阿伟没有错 你们看不惯我帮阿伟也没办法 我肯定会帮阿伟的 你们想看着阿伟身边孤立无援 是不可能的 家人们你们说他们为什么要黑我 因为他们怕我去帮阿伟的 他不怕我去帮阿伟的话 他不怕我影响到老板的生意 他们会这么生气吗 我要是把老板跟阿斯 卖的所有的产品都六折七折给我的家人出售 家人们你们开不开心 一种的家人们你们气不气 对啊 我我家我家粉丝肯定开心啊 对不对 我做的这个事情有错吗 我又我我做的这个事情有错吗 昨天晚上阿伟跟一老板卖的一百九九个黑风袋 过两天我给你们打个七折上架啊 家人们 堂堂说到做到啊 昨天晚上他们一九九卖的黑风袋 过两天我七折给大家上架 开心的折给你 来他们卖的什么全部截图给我 我全部七折给大家上架 好不好 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的家人开心啊 我的家人们开心啊 我的家人开心就行了 我可以不赚钱啊 他们可以天天不赚钱吗 要干架那就靠实力嘛 对不对 家人们黑宝宝们我跟你们骂来骂去的没有 知道吗 家实力说话 你先闻我的头发好不好 先闻我的头发 对不对家人们 我们招谁惹谁了 你们想要什么东西截图给我 只要是他们上的 我给你们六折七折上架 不是没有多大点实力啊 我给我家人放点福利 我还是有这个实力的吗 也花不了几个气 我的家人还开心 我就是要打打有些人的脸 我就是要打打有些人的脸 夹的就便宜了 没关系 你们回来收到之后 看一下东西一样不一样就行了吗 对吧 你不用说假的 我们家粉丝不傻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了 好不好我自己家粉丝知道 又没有给你放福了 你继续去买你们家老板199的 咱们家粉丝在我直播间买99的 129的 你看一下东西一样不一样好不好 哇你这么爱啊 一分价钱一分不我贴得起啊 他就算可以赚钱卖 但是我可以赔钱卖 他买的 这边 这边 打造了他们的软肋 他卖什么我就卖什么 我可以的 家人们确实可以 家人们卖的所有东西我都可以卖 但是我懒得追他不法走 你知道吗 这边 你要看这个的话 我不想这样子 但是我懒得天天追他 知道吗 我那么忙 反正我看到的所有东西 我就把价格给你打下来 上就可以了吗 你看西屎黑宝宝 西屎黑宝宝 去那里 你们去对面零抖壁吧 去那里有那个 鱼带吧 家人们你们觉得我想的这个办法好不好 你们觉得我想的这个办法好不好 公平竞争 听实力说话 对吧 我们我们 不搞小动作 我们就靠实力说话就可以了 加油 他们怕什么我们就来什么嘛 我有那个劲儿 是天天关心他们 他们在什么 在哪儿 什么还找个女的 害他们什么的 家人们 我告诉你 堂堂真有这个精力 我不如放点福利给我的家人 我天天管他那点破事干嘛 有什么用用 我跟阿伟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又是很好的发小 阿伟需要我帮忙 我跟家人们说过 如果阿伟不需要我帮忙 我不会管 如果阿伟现在向我开了这个口 我就一定会帮他 知道吗 而且会帮到底 现在阿伟需要我的帮忙了 需要我的支持了 我会不条件地支持他 能给的东西我都会给 现在阿伟需要我跟他站在统一战线的时候 所以我一定会帮他 我做梦想嫁给阿伟还真没有 真的 嫁人太多还真没有 阿伟他爸爸来找我 我都拒绝了 阿伟的爸爸来提亲我都拒绝了 你觉得我很着急吗 我真不着急 我一点都不着急 没办法呀 为了拍照 没办法 勾铁 你不能说我对 我对阿伟够怎么样 但是我对阿伟肯定是够铁的 我们的感情 你们理解不了 非宝宝你们理解不了 我是肯定会帮阿伟的 我跟阿伟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打断骨头连的机能 他有事了 而且他向我开口了 我会不管他吗 怎么可能会不管他呢 今天化妆 给大家直播化妆 我遇到他要拍照 要给客户们送那个拍的好看的照片 做的那个叫什么 新年贺坎 到时候给家人们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给家人们也发一份 就是要拍一个形象照 家人们啊 阿伟 我跟阿伟的事情 放一放不重要 知道吗 现在在我看来 对于阿伟来说 最重要的意思 是说 他做的感情上面的事情 他的事情都可以放一放的 我希望帮阿伟把他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当然除了那个女人 其他的男女之间的东西 我可能是帮不了他 但是除了他那个感情上面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 我们尽全力努力的帮阿伟拿回来 一个男人 他没有事业的话 下面是很难搞的 先帮他把事业做好吧 化妆 家人们 我这会儿在化妆 我们化的妆比较夸张 嗯 等一下换小裙子 更夸张 他最好不要跟我斗了 他不会跟我斗了 不要跟阿伟斗了 他在帮阿伟斗 我就会帮阿伟出头 他不要跟阿伟斗的话 大家就平安无事 够够够够的 双倍点赞 双倍点赞这会儿估计点不出来啊 咱们食物价还1000多个人 双倍点赞 双倍点赞 不缺点赞 不缺点赞 哈哈 不要的抠一 不要的抠二 觉得没必要的要吧 要 要吗 要的话咱们抠一 不要的话抠二 要啊 要啊 哇 家人们我跟你说 那个药 那个药 药钱的这个事情 你们去药吧 常常去药不合适 你们去药吧 如果家人们 你们都觉得该药的话 你们去药 我不能 我不能替阿伟出这个头 你们去药吧 你们如果药回来 我给你们双售变赞 我给你们双售变赞 我不会去要这个钱 我什么立场 我去要这个钱 阿伟不会开清单的 阿伟不会要的 阿伟不会要的 阿伟不是这么人啊 承诺他还吗 老板承诺他还吗 老板承诺他还吗